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熊 大家非常期待的鬥陣特工英雄大亂鬥 終於開始啦 第一場的賽事呢 是由麻吉M17打頭陣 對上由Caffrey率領的MDT 大家期待的美國巨神Caffrey要登場啦 第一張地圖呢 雙方是在離江天塔展開了決鬥 Caffrey拿出她最擅長的奪命女以及死神 但是呢還是不敵M17的猛烈攻勢 第二戰呢在好萊塢的時候 Caffrey以及Ray的對局 更引起現場觀眾熱血沸騰的歡呼啊 雖然呢雙方在第一回合 都把車子推到了第三個點 但在延長賽的時候呢 MDT無法再勝於時間中獲得進展 讓麻吉M17再度搶下一勝 第三場呢 則是4V4的團隊死鬥啦 AKT的麥卡莉表現是非常的出色 兩隊的成績呢 有好幾度都是呈現拉鋸戰 但是最後呢 麻吉M17的藍路珠強勢阻止進攻 帶領隊友拿下勝利 最終呢 麻吉M17是以3比0的大分獲得了勝利 不過呢 Caffrey算贏的隊伍也是讓人家印象深刻 接下來呢 大家就一起來期待 M17下一場的表現又會是如何吧 好的 第二場比賽呢 就是有HKA對上由法國知名射手 AKM帶領的MEN隊伍 那大家也知道HKA在OPC第二季的時候 其實實力是進步得非常神速 而且變得非常厲害 那這次呢 要對上AKM帶領這支隊伍呢 是有非常多的資深戰將 都是職業選手 究竟呢 戰果會如何 馬上就來看下去吧 首先呢 第一張地圖就來到了黎江天塔 雙方呢 在開戰的時候其實就出現了小小的僵持狀況 AKM呢 在即將拿下一小分的時候 瞬間被HKA拿回主導權 隨後呢 兩隊的爭鬥依然互不相讓 AKM雖然拿下一小分 但還是不敵HKA的團隊合作 HKA展現勢如破竹的氣氛 第三場呢 就是4V式團隊死鬥啦 HKA小林的原始表現非常優異喔 但法國槍神 AKM也不遑多讓 拿出麥卡利多次收頭 帶領團隊拿下勝利 隨後呢 當賽事來到最精彩的一對一對決 由HKA MUI 出戰MEN的AKM MUI呢 雖然在賽事前半段生存劣勢 但還是展現她的大將之風 以靈威不亂的表現 將自己身後的角色時 威力逐漸發揮 最終呢 以9比6的成績 為HKA摘下勝利的旗幟 這場比賽呢 不但讓我們所有玩家看到 什麼叫做職業級的水準 也充滿了娛樂性 可以說是綜藝效果十足啊 最後呢 還是恭喜HKA 以3比1擊敗的MEN 恭喜他們 是的 第一天的最後一場賽事呢 是由澳洲俗稱最強隊伍的 Blank Expo 對上由MENGA2帶隊的 SUNWISE FACE CLIP 所以呢 最後結果會是如何呢 大家一定非常期待 因為聽說他們前面的 我要為10分中啊 雙方呢 在離江天塔打的10分焦灼 Blank 順利閃動MENGA2 法拉猛烈的槍線 以2比1的小分顯勝 但來到國王大盪的時候呢 隊長MENGA2先後換上半仗 以及麥卡莉強勢突破Blank的防守線 攻守交換後 Blank使出渾身結束 卻都無法拿下第一點 何時呢更在緊要關頭 拔刀失誤倒下 讓SWFC拿下一勝 而在4V式團隊死鬥時 何時拿出76 展現強勢的展制能力 讓Blank的比數 一路呈現些微的領先 雖然最後呢 SWFC對上的藍露珠 試圖扳回局面 卻還是不抵Blank 迅猛的收頭速度 Blank再度拿下一分 兩隊代表隨後在1V1限定單挑中 為觀眾帶來極其有趣的對決 Chill呢 和MENGA2不僅多次拿出相同的角色 不管是慈飛的小槍 還是壁壘開大護照 都讓觀眾看得津津有味 比數呢 最後以9比3作收 由MENGA2獲勝 這是今天唯一一場 打到最後一場的比賽 雙方呢在垃圾鎮時 Killer先後以死神 以及奪命女 壓制住Blank的火線 搭配MENGA2精準的伴仗操作 賽末SWFC以3比2 擊敗Blank的晉級4強 這就是第一天 唯一一場打好打滿的比賽 那在這個焦灼的戰況當中呢 最後是由SUNWIZFEST CLAP 獲得了勝利 那麼呢第二天會有閃電狼 對上Tim Zappies 相信粉絲們一定是非常期待 那我們馬上來展開今天的決鬥吧